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以下的时间安静下来 来到主的面前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上帝爱我们 这时候我们先听一听耶利米书一章 一字十节 第一节 便阿敏地阿那特省的祭司中 希腊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犹大王阿门的儿子 约西亚在位十三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敬在位的时候 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西底家在位的末年 就是十一年五月间 耶路撒冷人被露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我未将你做在福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 主耶和华说 我不知怎样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哪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 对我说 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 第十节 汉呀 我今日立你在聂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庆福 又要建立、再席 不知道你认不认为 面书上举起大拇指的点赞符号 似乎一直在陪着我们 其实这个表示肯定或欢喜的符号 是在2009年左右才出现的 这个符号的设计者 贾斯丁·罗森斯坦 他就这样说 他说他要打造一个互相打气 而不是互相财台的世界 但是后来 罗森斯坦就这样说 他的发明可能让到 面书用户者沉迷于社群媒体 我就在想 罗森斯坦的发明反映了我们 极其需要别人的认同 并且与人连结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想知道 有没有人认识我、注意我、甚至喜欢我 点赞符号的出现 并不是很久 但是对于我们了解别人 或者被别人了解的渴望 早在在上帝创造人之初 就已经存在了 很明显 点赞这个符号 无法满足印这个渴望 但是感恩的是 我们服侍的这位上帝 他对我们的爱 比表示认同 或者欢喜的点赞更加深刻 就像刚才读到的耶利米书 其中第一章第五节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在呼召先知耶利米之前 其实就已经和他有深刻意义的连结了 经文说 我未将你做在福中 我以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以分别你为成 上帝在耶利米尚未成胎之前 已经认识他 并且为他计划了有意义的生命和使命 当我们认识你一位深刻了解我们 爱我们 喜欢我们的天父时候 他也邀请我们活出 有意义的生命 各位朋友 我们深刻地认识上帝 如何影响你和他人的关系 生命有了目标 如何带给你平安 耶利米书一章五节 我未将你做在福中 我以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以分别你为成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 信靠你的爱和护照 求你让我知道 你计划我的人生 你塑造我 而且时时刻刻都关爱我 奉主名求阿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靠着基督活好今天的生命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亮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熟灵材料 甚或你都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统 愿上帝慈福于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